大家好我是蘋果妹 今天我們很快的來講一下 如果你的iPhone弄丟或是遺失的話要怎麼辦 那我們會利用一個網站叫做 iCloud.com然後Find來找到你的iPhone 那除了定位之外我們還可以讓它發出聲音 或是設定遺失模式 我們現在直接來看一下怎樣操作吧 首先你需要跟別人借手機 或者是到可以上網的地方 登入這個iCloud.com然後Find的網站 我會把網址貼在上方或是說明欄 你可以直接去點 進入之後它會要求你登入你的iCloud 那注意一下如果你是使用別人的iPhone 登入這個網站的話 它會直接跳出下面一個登入的視窗 然後顯示的可能是你朋友的帳號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選擇下面的 使用其他Apple ID 因為在這個網站上面 你要登入你自己的iCloud 而不是你朋友的iCloud喔 所以在這個畫面我們就選下面的 使用其他Apple ID 然後在Apple ID的欄位你就輸入你的帳號 基本上會是一組電子郵件 然後接著輸入你的密碼 然後這邊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開啟雙重驗證的話 它有可能會需要你用你第二台蘋果裝置 來允許它登入 可能會是你的iPad或是Mac 那今天如果你只有使用iPhone的話 可能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就像我剛才講 如果你今天是有雙重驗證的話 你就要輸入這六位數的驗證碼 輸入完之後你就會看到你手機的定位了 那在手機定位的地方呢 你會看到它最後定位的時間 然後如果是左邊有綠色點點的話 代表它現在還是有在連線 那如果是離線的狀態的話呢 可能就情況不妙了 那今天如果是綠色的狀況的話呢 你就點進去 那除了可以看到它詳細的位置之外 你會看到下面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播放聲音 第二個是遺失模式 第三個是清除iPhone 那播放聲音的部分呢 你要先移動到附近的位置 然後再按這個播放聲音 你的iPhone就會發出聲音了 我們來播放一次看看 這樣子的聲音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就是遺失模式 就是今天你可以設定說 如果有人撿到它的話呢 上面可以顯示哪些訊息 我們點進去 然後按繼續 這邊你就可以輸入你自己的電話號碼 這樣撿到的人就會知道說要打給誰 這邊你就可以留言給撿到的人 然後我們按一下右上角完成 這樣子你的iPhone就進入遺失模式了 然後接著呢最後一個選項就是清除iPhone 就是今天你真的覺得你找不回你的iPhone的話呢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清除iPhone 避免有心人士去盜取裡面的內容 那這邊呢我想要補充一下 你在iPhone上面其實可以設定其他電話號碼 當你的手機弄丟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利用第二支電話號碼來接收驗證碼 然後登入這個iCloud.com的網站 那要設定其他電話號碼呢 首先打開你的設定 然後我們點到Apple ID裡面 就是你的大頭貼這邊 然後大家會看到有一個選項叫做密碼與安全性 點進去 然後大家看到下面呢 有一行叫做受信任的電話號碼 然後下面就有寫說 受信任的電話號碼會在你登入的時候 作為身份驗證之用 那如果你要新增的話呢 就按一下下面的新增 那這邊要輸入你的密碼 這邊你就可以新增另外一支電話號碼 來當作你恢復帳號的備用號碼 那可能是你的家人啊 或者是好朋友的電話號碼 輸入完電話號碼之後呢 他會立即要求你驗證這一支電話號碼 之後呢你要輸入你Apple ID的密碼 還有你手機上面的密碼 新增完畢之後呢我們實際來測試看看 就是我們來登入iCloud 那在登入iCloud這邊呢 你就點下面那個沒有收到驗證嗎 接著你選使用電話號碼這個選項 他就會出現我們剛才新增的那支電話號碼了 在網頁版的部分呢 那一樣是登入iCloud.com 然後如果你是用別人的電腦的話呢 一樣要選下面這一個 就是用別的帳號登入的選項 然後一樣在這個畫面 如果你有申請雙重驗證的話呢 你要從你另外一個裝置上面 取得六位數的驗證碼才能登入這個網站 進來之後在最上方 你會看到有一個所有裝置的按鈕 等一下去你就可以選擇你的iPhone 或是其他裝置 等一下去之後呢 在左上角你就看到有三個選項 就跟手機上面的一模一樣 那操作方式也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剛才講的都是最佳狀況 就是今天你的手機並沒有被關機 或是被有心人士拿去幹嘛 如果今天撿到的人立刻把它關機的話呢 你以上做的事情都沒有用 所以如果你剛才登入你的Apple ID 看到你的手機是離線的狀態 而且是離線非常久的話呢 建議你趕快去報警吧 另外呢如果你今天想要防患未然的話呢 你也可以事先跟你的親友啊 或是家人先分享你的手機位置 那要怎麼分享呢 首先在你的iPhone裡面打開尋找 這個App 它是內建的一個程式 打開之後呢 我們按一下下面的裝置 裝置的視窗呢 右上角有一個加號 點進去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分享我的位置 這邊 這邊呢你就可以輸入你朋友或家人的iPhone帳號 它就可以分享你手機的位置了 之後你手機如果真的不勝仪式的話呢 你也可以馬上利用你朋友或家人的尋找App 來看到你現在這台手機在哪裡 當然前提是你想要跟對方分享你自己的位置啦 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在尋找裡面呢 你所有的裝置都列在上面 如果今天你的iPad或是你的Mac掉了的話呢 你也可以從這邊來整 好那我們今天呢這個很快 iPhone1是怎麼找回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覺得有幫助 另外呢如果你有任何的idea 或是你想要學iPhone教學的話呢 也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喔 我是Pingo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